财经消息来看到 中国大陆与南韩昨天在首尔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内容涵盖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、投资和规则等17个领域 未来20年内 两国将有超过9成的商品免关税 至于对台湾的冲击方面 经济部表示 中韩FTA完成第一年的降税承诺时 台湾实质GDP将下降大约0.04%